在格斗圈有句老话叫做一粒相识会 在绝对力量的面前 一切技术都是过眼云烟 如果一位冠军级的大力士 跑去参加格斗比赛会怎样 力王马瑞斯就是最好的证明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 给他一个支点他能撼动任何物体 而马瑞斯又更加夸张 他不用任何的辅助工具 他就能徒手撼动任何物体 1999年马瑞斯出道 在大力士这项运动中 供给得过42块金牌 平均每个季度他都能拿下一个冠军 家里的冠军奖牌 都可以绑在一体跳大绳了 这其中也包括五届 WSM世界大力士比赛 他也是这个项目的五冠王 全球所有关注过大力士的 没有人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在马瑞斯小的时候 身体里就流淌着好痘的血液 11岁开始练习空手道 15岁就跑去练习拳击 但随着少男到猛男的不断发育 马瑞斯的块头也越来越大 不仅身高长到1米85 就连体重也达到了200多斤 常年累月力量训练 让马瑞斯有了一身健子肉 虽然线条美感不比健美运动员 但马瑞斯的绝对力量 足以秒杀一切健美先生 与此同时 这位天赋一禀的猛男 也拥有了老天赐予的绝对神力 就是这么一位人间利王 最终本着找一个省意的运动 安稳稳的安享晚年生活 于是他选择了综合格斗 再套入格斗了一台没多久 他又遇到了四回合之王奶油豆 有人曾经说过 四回合之内 他猛如拳王泰森 职业拳击战绩77胜 其中只有58次KO对手获胜 300磅的纯肉出装 就是他傲视拳坛的资本 但是今天的奶油豆 遇到了跨界而来的人间大炮 他又能否在四回合之内 再现往日人体炸弹的神威 一个回合轻松秒杀 马瑞斯甚至还没有来及出汗 就轻松了赢下了这场比赛 他也越发的喜欢这个养老工作 接下来他对上了全坛演员鲍勃 这个身高1米96 体重329磅的野兽 将会在这场比赛当中 被揍了满脸泪横 哭了像个30多岁的宝宝 快看着 因为可能不久 好 然后担心了 Budzilla 开始这个冤阳 Colana 决定 Ramondekere 打了 17资本 冤阳贏了 16资本 Budziano 开始打了 Demast Zomfla Zomfla Budziano Budziano Depu Depu Pudz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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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z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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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即便是强弱马瑞斯 也有马师前提的时刻 在马瑞斯职业生涯了末期 一口气打出了五场临胜的战绩 但就在2022年 他对上了来自俄罗斯 KSW中量级冠军马梅德 光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是老马的克星 马梅德 马没了 这一次马梅德声中挑战 直接从中量级上升到重量级 对上了五场临胜的人间力王 但谁都没有想到 坦克出身的老马 竟然被刺客流瞬间秒杀 翻译和去脚或腰钩 但不能让这些行动 非常好 阿里道尔外套 特别拿着力量 现在的技能是攻击力量 是正如我们想看到 马梅德 马梅德 迪马尔斯基是二代一 去尽量级冠军马梅德 接下来就是老马的最后一战 他对上了来自波兰 全团著名的拳击手 阿托尔斯皮尔卡 说他著名是因为看过 维尔德的比赛 就会记得这位赛前嚣张 比赛时被拳打昏迷 最终被担架抬走 当晚紧急就医的这个男人 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在输给威尔德之后 也想凭借着自己的双拳 来综合格斗 占领一席之地 所以这一战 是标准力量VS技术 但在出拳精准度上 还是输给了职业拳击手 这一战也成为老马的最后一战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他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 究竟以后还会不会看到 我们就不得而知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人间力王马瑞斯的拳头 绝对是格斗擂台的恐怖杀气 最后一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